这个男人是真的激动了 竟然装副歌花一百万拍下奴隶精灵 毕竟他可是个白毛 还会叫着主人上前伺候 但他母胎单身这么多年 其实只想正经谈个恋爱 在线等挺急的 初恋对象一心觉得自己是变态 究竟该怎么解开误会 就在两分半前 红发女孩正在森林里求救 有个骑士想要对她图谋不轨 但颜色片秒变恐怖片 只是一个巴掌下去 男人继续动作春光乍现 他最爱干的可不是搞颜色 而是活泼美女脸皮 毕竟可以充当良好的媒介 少女这才明白 眼前这货根本不是什么骑士 而是个魔术师 我们的男主关键时刻潇洒登场 是谁大早上乱叫扰人轻梦 不知道他有起床气吗 物理版没脸没皮的魔术师 一看到硬查 赶紧挣扎求饶交出研究成果 但男主的魔术美学 却根本对活泼人皮不感兴趣 下一秒就把这人渣捅了个对穿 被剑了一脸血的女孩也两眼一翻 被吓得晕了过去 男主见状立刻就慌了 脸上再没有刚才高冷的模样 给小姑娘留下阴影课怎么办 事已至此 她也只能先把现场恢复正常 这时 男主的目光却突然注意到了 女孩搏梗上戴着的十字架项链 这可是教会的标志 也是魔术师的天敌 她已经看到了男主的脸 万一受刺激把她看成犯人就惨了 果然还是不能把她留在原地 不如赶紧送走 男主立刻用起传送魔法 可没想到传送阵居然被人占用 来人在她身后出现 原来是她的好机友子毛 子毛当然也是个魔术师 来了就和她熟人的伴嘴 男主还是这么反插萌 魔术师本都该贪婪诚信不择手段 只有她看似冷酷欺世大好人 看到脚下躺着的红发女孩 子毛觉得她魔力充沛 应该很适合当祭品 但男主就只想赶紧给这尊大佛送走 到手的素材就这么废了 男主也不太美丽 子毛还不死心地缠上来 明明魔术师根本不用睡觉 只要调节一下脑内的肾上腺素 就能立刻打起精神 男主无语 难怪你一脸甚虚 你想早死可以但别拉上我 子毛脚变道 操纵肉体本就是魔术师的基本功 反正他们都成了长生种 千年内无病无灾不老不死 而今天子毛过来 其实是为了个重磅消息 当时的魔王一共13位 但最近 魔王的其中之一驾崩了 这个世界的魔王非常有意思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魔族之王 而是魔术师之王 他们能把低阶魔术师 当作奴仆使用 男主也对此有所耳闻 其中一位因为到了千年大县而过世 子毛发现男主感兴趣 总算是找回了聊天主动权 好奇了吗 想听那就求我呀 男主针对这个爱犯贱的兄弟没办法 别卖关子要说快说 总之有一场盛大的拍卖会即将举行 其中魔王的遗产也会拿来拍卖 男主果然被忽悠跟着出发 但一细想就察觉不对 子毛故意找他说这个 一听立马破防 那他不是白费口舌了 他实在是找不到其他人借钱 没办法只好来求男主这个冤大头 要不再介绍几个女人当作回报 男主这个钢铁直男当即拒绝 女人只会影响我施展魔术的速度 他们走在街上 气氛却分外紧张 最近发生了几起连续绑架事件 有人非要抓年轻女孩做魔术实验 搞得这么大张旗鼓 到底有什么目的 什么实验甚至不惜与教会硬刚 难道是召唤魔族 但男主也不想多管闲事 本来他已经够佛 但这都有人想把脏水往他身上泼 明明他从来都对用祭品不屑一顾 紫毛也忍不住笑话他 男主根本没法搞连环犯罪 他这平级的人卖网 大概连贡犯都找不到 说话间已经来到拍卖会场 拍卖会果然吸引了许多人参与 黑刃尸头人 妖父哥梅利 亡灵瓦雷法尔 都是些赫赫有名的强大魔术师 同时也是魔王的继承人后补 不过紫毛骄傲地抬起鼻子 表示他俩也是 至于最终继任人选是谁 那就要交给另十二位魔王来决定了 就在两人观望讨论时 那帮人其实也在回望着八卦 原来紫毛的称号是炼狱 而男主虽然因为太年轻还没有称号 但在他们眼里 也都是不容小觑的竞争对手 拍卖会不知不觉走到尾声 已经到了最后一件拍品 黑袍下的商品本该献给魔王大人 但因他过世 就被当作魔王遗产上了这次拍卖会 总觉得被噱头耍了 这好像不能算什么遗产 只是魔王选的触媒之一 当黑袍掀开 男主遭受了美貌冲击 打脸就在一瞬间 黄金单身汉的人生初次体会到 什么叫做一见钟情 主持人继续卖力推销着 精灵可是类似神灵的存在 更别提他还有一头冬雪般的天生白发 哪怕在精灵之中也不多见 不论作为魔术的祭品 还是随意玩弄的奴隶 他都绝对物超所值 被束缚的精灵对此毫无反应 只是淡淡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可主持人刚以一万开始起拍 男主就喊出了令全场震撼的一百万高价 紫毛在一旁顿时猛逼 兄弟你原来是这个人设吗 一致千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家里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祸害吧 可是恋爱恼是致命疾病 一发做十个基友都拉不回来 此时的男主已经注意不到别的了 只能看到台上的精灵一人 只能听到胸膛剧烈的心跳 想要拯救他让他露出笑容 想在他身边轻抚他的脸颊 为了这个男主愿意不顾一切 女孩就是他一直想找寻的东西 基友还天真的以为 男主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魔术实验 但谁知他只是觉醒了男人的浪漫 随即他纵身一跃来到台上 都开出了一百倍的价格 自然是全场沉默无人争抢 精灵从此就是属于他的东西 可帅气落地的男主却咽了咽口水 所以到底该怎么和女孩子打招呼 有没有谁来救一下呀 精灵依然没有对外界的骚动产生任何反应 只是一直沉默着低垂眼眸 男主只好和主持人没话找话 问他脖子上的锁链是什么 得知是封印魔力的项圈 如果解开有可能会让他逃走 但其实拍卖场也没有钥匙 因此男主可以原封不动带走 看他还是毫无反应 男主不禁有些担心 不会已经被玩坏了吧 主持人立马解释 他们一直原样保管没动过 而且他本身的魔力非常强大 也没人能轻易对他施加魔术 男主文言放下心来 决定和善的和女孩打个招呼 但说出的内容却固于和善 就连一直冷静的精灵本人 都没忍住动了动耳朵 时间回到最开始 王座上的男主正在冷酷的焦头烂额 堂堂魔王继承者 面对初恋居然连个开场白都不会说 气氛一时之间尴尬的凝滞 常见的天气真好和我家怎样都不能用 毕竟独居男人的生活环境 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但谢天谢地精灵居然主动搭话 男主甚至都没在意内容 只觉得如听鲜悦耳赞明 结果精灵刚开口却是一心求死 只求主人垂帘别下手太狠 男主实在绷不住了 简直是天大的误会 结果听说不要他的命 精灵颤颤巍巍看向周围的刑具 难道是想折磨的他生不如死 男主下出了个窘子 那些都是前任城主留下的你听我解释 冷静下来他决定先做个自我介绍 别说好感度了先得把误会解开 精灵见状也告知了名字 正好男主刚才就不好意思问 简直太善解人意了 光说出名字还不够 他还允许男主叫他的昵称聂飞 激动的他又一次站了起来 还想询问他的姓氏 但他却说自己是诅咒之子 所以只有名字 看到男主一脸纠结的模样 聂飞掀起裙摆语出惊人 所以不会影响作为实验材料的价值 男主差点喷鼻血 这天大的诱惑谁能受得住啊 但他真不是把他买回来玩弄的 一片真心日月可见 然而真话他又实在羞于说出口 只能傲娇地表示你无须知道 倾家荡产买回奴隶精灵只想谈恋爱 这话说给昨天的他自己都不会相信 可事实就是如此 他既不会伤害他也不会拿他做实验 反正以后同居生活的日子还长着 总有一天他会懂的吧 可现在的聂飞还完全不懂 听到还要安排个喜欢的房间 他只觉得男主的行为毫无意义 从小就作为奴隶被抓住贩售的他 早就做好了死的觉悟 男主又何苦故意温水煮青蛙 难道真的是为了让他更加难受 男主想起他自称诅咒之子 大概就连在精灵之中也没有归宿 其实男主对此非常感同身受 毕竟身为孤儿的他 同样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和双亲 从小也只能靠偷抢过活 现在女孩的自我还没建立起来 那不如先作为主人下达命令 是因为我需要你才会把你买下 所以现在我命令你为我而活 聂飞一时呆愣 居然也会有人对他说需要 但距离他能自己选择还有点远 男主只好先给他擅自决定房间 高处的风景很好只是担心他害怕 结果聂飞却接话 他很擅长背掉在高处 这里没人要拷问你快住口了 小可连以前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呀 循着楼梯慢慢往上 聂飞不慎一脚踩空 还趁机拉起了小手 一时根本都不想放开 到了高处本以为是个好地方 结果打开竟是个拷问室 主人玩得好大 吓得聂飞一招回到解放前 男主秒速解释施展魔术 把刑剧全都轰掉 好吧这下更害怕了 还不等男主内心抓狂 聂飞却静止走向了天台 城堡上的美丽夜空 让他忍不住伸出双手心生向往 或许他还搞不懂现在的心情 但说不定他很喜欢这里 就好像两颗孤独的星球 总算是相聚在一起 将老婆带回城堡的第一晚 两个人居然是在大厅凑活了一夜 之前被轰掉的房间住不了人 男主干脆就让聂飞打地铺 自己则在大厅王座上盯了他睡颜一整夜 袖色可参但他还是看饿了 于是起身去准备了早餐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聂飞脸上 他醒过来后 迅速乖巧地叠起男主的披风 刚回来的男主就看到了这一幕 聂飞礼貌地到了早安 可男主却一下当机 独居太久连话都不会说了 被人说早安应该回复什么呀 男主的锐利眼神看得女孩汗流加倍 但谁知他心里才是更汗流加倍那个 最后只能甩出粗暴的台词 拿了东西快吃 追妻道路依然到足且长 两人就这么席地而坐开始吃早餐 男主的生活状态令聂飞都吃惊 甚至以为是不是主人为安慰他 才特意要体会奴隶的疾苦 但事实是男主之前作为魔术吃 对生活的标准是只要能活着就行 所以每天都只是在理所当然的吃猪时 被奴隶用同情的目光盯着是要怎样啊 男主很想找回作为主人的尊严 但他确实已经习惯了 聂飞这边则是下定了决心 这个主人没有他好好照顾不行 于是自告奋勇提出想要做饭 没想到第二天就能吃到老婆亲手做的料理 男主立刻幸福到升天 突然觉得吃饭也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帅气的一甩披风就要去城里采购食材 但现实的问题很快就来了 因为昨天刚装了一只千金的副歌 现在他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 除了老婆在怀已经家徒四壁 别说采购了 就连搭车去城里都费劲 聂飞肯定是不会发表意见 但其实内心还是很困惑 殊不知男主的大脑正在飞快运转 要不卖掉拷问道具换点钱 可就连请人上门收的钱都没有 男主的心中逐渐浮现了危险的想法 要说毫无成本的来钱手段那就只有 但让聂飞看到犯罪现场 好感度会跌破冰点吧 果然还是不能这么做 那瞬间男主都想好卖掉城堡丛林创业了 但总有炮灰会主动往上送钱 他是打消了抢劫的念头 可总有人会争担 男主虽然本身毫无正义感 但看到聂飞害怕的模样 说不定之前他就是被这么掳走卖做奴隶的 谁这么有胆子赶下我老婆 于是他果断出手 今天的闲事还真管定了 让他看看他一出手就能秒一片 这帮垃圾根本没什么可怕的 男主并非想要耍帅说我想保护你 只是想洗刷涅飞的阴影 不让他们可怖的姿态缠绕在他的噩梦里 下一秒男主空手接白月 一个弹指间强盗头子就向后倒去 不过强盗团伙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也提早雇佣了的魔术师兜底 来人放出狠话起手大招 巨大的火焰魔法阵展开 但谁正经打架会等你独挑 男人还想继续发动法阵 可不知不觉却早已被夺取主导权 现在这个广场叫做萨当广场 一道惊为披下地面化为交叹 男主让其他强盗继续一起上 既然敢抢劫那么被抢也没有怨言吧 吓得他们一哄而散 认真的男人真的超级帅 聂飞已经崇拜的看待 但男主却误以为自己又搞砸了 只好硬着头皮解释 只是想让聂飞少些恐惧 亲眼看看他们就只是些人畜无害的软柿子 聂飞没忍住吐槽 都强盗了哪配叫人畜无害 却让所有路人都笑了起来 纷纷感谢男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原来魔术师里也有好人 猫猫车主更是为表示感谢献上报仇 希望接下来的一路男主也能担当护卫 看着一袋子钱男主惊呆了 第一次知道建议勇为也可以赚钱 他都心动了 但仔细想想好像自己魔术师的身份才更换 之前他明明也会看强盗不爽就出手 但只有今天的人们表现得这么友善 难道是聂飞的可爱让他们放下了戒心 马车缓缓向城里前行 聂飞没忍住向男主询问出手的真实原因 男主脑子里瞬间想到 这是个耍帅的好时机 只要说出点浪漫的好感度台词 但一开口却还是个中二装逼反 不愧是你 已经开创了一个口是心非的心境界 不过他苦恼的模样 落在聂飞眼里却如此可爱 有惊无险到了城镇 男主决定先买些女孩子需要的东西 这完全是单身汉的知识盲区 但让聂飞自己主动选也不太现实 看着他提着大裙摆行动受险 男主立刻就走向了城衣店 本来店主还满腔热情 但一看到男主这个魔术师 就瞬间变了脸色 男主倒是早就习惯 让出身后的聂飞 让店主帮忙挑选衣服 本来店主看到美女眼前一亮 但身上的奴隶项圈 让他愣了半场才回过神来 最后装作若无其事开始选衣服 男主当然也注意到了他的态度 看来解除项圈也要提上日程 不然实在太隐人瞩目 还想着就见两人从11间走了出来 店长真是个天才 你们服装店真的没在经营什么副业吗 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怀疑 看到心上人浑身红透眼中含泪的模样 男主立刻责令店主去找其他便服 手上的比基尼也给我扔掉 之后店主就献上了完美的女仆装 端庄素雅经典还好康 靴子上还附着了治疗魔法 让女仆的工作生活不再疲劳 男主点头进行认可 还询问聂飞自己的意见 他不出意外地回答主人给的什么都可以 但一听说还要换回之前那件 只好赶紧表态更喜欢这个 看着他们的互动店主也感慨良多 离开时还悄悄覆耳到聂飞身边 你有个珍惜你的好主人啊 下一站就是去锻造铺解除项圈 聂飞完全没料到男主竟然有这种心思 但男主认为 带着他就相当于魔王的所有物 聂飞不需要那种东西 说完他痛斥自己又把聂飞说得像物品 但其实女孩已经在被逐渐打动 矮人仔细观察了项圈 但判断它是个魔术道具 如果男主都解不开他们更是没办法 再者那上面似乎设置着陷阱 一旦贸然解开聂飞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最好的当然就是能找到原钥匙 可就连拍卖场都没拿到 难道要去魔王的领地找 总之这是很有用的情报 男主拿出些报酬 却被矮人马上拒绝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而且他和女儿都曾经被男主救过 明明是恩人他们却还是很怕魔术士 做出过很失礼的事情 男主完全不记得这层渊源 也叫矮人老板不要介意 但矮人却笑着表示他会记住的 有问题还欢迎再来 男主再次感慨 为什么今天遇上的人都那么友善 将其都归功于聂飞美貌的他并不知道 陷入爱河的自己 气质比起平常到底温和了多少 大概这就是爱的力量 经过一番大采购准备反程时 于是直接带他去下馆子 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面对热气腾腾的饭菜 聂飞忍不住开口 如果摘下项圈不怕他逃跑吗 男主当然做好了这种准备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相当于把聂飞禁锢在了身边 但即使如此他也愿意 他心里明明是这么想的 一开口就又变成了威胁 反正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办法 奉劝他不要从现在就开始期待 神那救救他把这张嘴真该死了 不过聂飞好像也逐渐习惯了男主的状态 只是温柔一笑 然后对着餐食一时呆愣 用刀叉吃饭的日子曾经指在他的幻想里 没想到真的有机会能体验这种幸福 男主看着他惹人怜爱的表情 总算明白为何会对他一见钟情 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呀 没有力量也没有归宿 就好像看到了过去对世界绝望的自己 于是他让聂飞逐渐感受自由 无需顾虑什么 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开始就好 聂飞期待满满的开动 一开始就选择了红彤彤的小柿子 结果叉子一碰他就滚动开来 羞得他耳朵都红了 还好发现不远处就有勺子 他重整肌骨摇起一颗 但他甚至都不知道要咬开 只让柿子在嘴里滚动 终于一不小心在口腔里爆浆 他初次品尝到了小柿子的味道 比想象中更酸甜一些很喜欢 男主露出了放心的表情 胸有成竹的也想插一个吃 然后秒速滑铁炉 结果就是留下了魔术师 被小柿子驯服的珍贵影像 聂飞实在看不下去 将勺子送到了男主嘴边 明明刚认识两天 居然就能进行老夫老妻的喂食谱了吗 我们有点暧昧了 但口贤体正直的男主立刻吞下 然后两人都纷纷红温 纯情的不可思议 聂飞希望今后也能主动喂主人做些什么 男主欣然同意 之后也不甘示弱地插起一颗 不能只有我害羞我也要主动喂食 结果很明显是两败俱伤 只有看戏的观众嘴角根本压不下来 这么绝配的小夫妻 好看爱看再来点 有人欢喜有人愁 之前被男主救下的红毛少女正在烦恼 她那时是在做连环绑架案的诱饵 没想到会被没脸没皮的东西盯上 可为什么会被邪恶的魔术师救下 这时主教却突然出现 告诉她男主也是事件的真凶之一 还洗脑说魔术师没一个好东西 女孩一脸猛逼 但还是决定接下任务 原来她竟然是圣剑少女兼圣骑市长 即使是强无敌的魔术师 也有属于自己的噩梦 但当她惊醒时 眼前却不再只是冰冷的城堡 而是可爱的白毛女仆精灵 她今天不但亲手做了早餐 还盯着男主的睡颜直到她醒来 她震惊了 曾经像目的一样阴森的地方 现在居然如此窗明激进 涅飞到底有多会打扫啊 她的手做早餐也没让男主失望 没有华丽辞早的夸奖 却更让女孩的心里暖暖的 耳朵也一动一动可爱极了 男主看她一直忙着伺候自己 一问才发现原来她只做了男主那份 早餐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吃才有意义 虽然饭菜可以一分为二 可椅子也只有一把 涅飞觉得这过于失礼 但男主一本正经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虽然内心也对自己疯狂唾弃 但怀中宝妹实在是太爽了 两个人都疯狂热水气 男主仍然强称着主人的尊严 下次能记得做自己那份了吧 涅飞只好答应下来 不过为主人的事她也要做 之后的生活越来越老夫老妻 这天男主在书库看书 涅飞也进行着日常清扫 他终于忍不住好奇 询问书上的鬼话符都是什么 男主有些奇怪 明明涅飞的魔力比一般人都要优质 没想到竟然对魔术一窍不通 第一次尝试教别人男主也很兴起 耐心地讲解起基础的法阵设计 只要在那之上注入魔力 就可以引发基础的魔术效果 想要在其上增加力量 就可以再追加提升效果的文章 如果追加发现时间的文章 就无论谁都可以注入魔力引发 所以魔法阵一般都会设下限制 只能自身使用 不然万一被他人夺走 反而会弄巧成桌 这种构造被称为回路 三好学生聂飞立刻提问 看到刚刚男主在外侧增加回路 那妖家在内侧可不可以 男主一脸赞许 答案是可能但极难行的通 毕竟这是在完成的魔法阵内创造新法阵 理论上会扰乱魔力流动 要不两个一起熄火 要不一起暴走 但如果真有人能完全控制流动 那甚至可以做到覆盖对方魔术 到了那时 所有魔术攻击都只会为那人所用 成为魔术世界真正的无敌 但可惜这只是理论 目前也几乎没人会专攻这种方向 聂飞却一脸若有所思 他已经懂了基础原理 但照这么说 魔法阵岂不是特别容易被人破解到有 男主表示赞同 对魔术师而言知识就是力量 强大都要点在智商上 天天都要给自己的法阵搞陷阱做手脚 不被人夺走法阵才是重点 怪不得都说魔术师满脑子阴陷坏水 说着男主还逗了聂飞一下 但他虽然看起来害羞 动着的小耳朵却暴露了真实的心情 主人第一次和他这么侃侃而谈 其实他特别高兴 男主这才突然意识到 一旦专业对口他就根本停不下来 聂飞继续抛出疑问 所以男主这么爱研究魔术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男主被问愣了 他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 毕竟他至今为止都没有在生活 只是在考虑生存而已 说着他也诉说了自己的童年因应 作为孤儿的日子本就很悲惨 但那还不算完 某天小男主被魔术师抓走了 这也是他很久以来的噩梦素材 直到现在也从来不屑用忌品 为了活下去他只好反杀 在鲜血中他得知了道理 想要活下去 只能依靠自己获得力量变强 刚想等互相救赎的剧情展开 森林外却突然有不速之客闯入进来 正是之前的红毛女骑士 敢打断他和老婆说话 男主阴沉下来出去迎敌 却只说让聂飞在城堡准备晚餐 这次记得要准备好双人份 此时的讨伐队还在被魔法阵困着 一直在原地打转 随着女骑士的圣剑披下 结界立刻应声而碎 不过男主也从天而降 他一开始没认出女孩 但却知道他手里的圣剑 曾经消灭了魔族之王的十二把剑 这种教会力量的象征 居然握在一个小姑娘手里 仔细看他的眉眼 男主总算想起 原来自己之前是放走了个圣骑士 最坏的设想还是一语成衬 不管怎样男主先放出一道魔法试探 圣骑士的洗礼铠甲防御力强大 并没造成什么创伤 但男主先攻击他们可有话说了 果然魔术师都卑鄙无耻 三个炮灰率先冲上前 男主可不会惯着他们 一发物理魔法使之拳 剩下的一个还不死心 于是被男主空手拆白刃 外加脑瓜崩后一脚踩脸 男主奉劝女孩别轻举妄动 不然他就把脚下的脑袋当球踢 女骑士顺从地听话 但却询问他为什么不直接下杀手 男主表示 只有这样才能传播恐惧 死人只会变成冰冷的数字 而活着回去他们就能告诉其他人 别乱惊扰不该招惹的存在 不过女骑士并不信他的说辞 男主也有点心虚 其实他只是不想让老婆看见尸体害怕 女骑士看出他其实根本不想杀人 于是再次举起武器 摆好架势一刀砍向男主 但男主却一直只是闪避毫不反击 女骑士十分生气 是觉得他不配作为对手吗 但其实男主只是不擅长打女人 怎么说也是和老婆差不多年纪的女孩 她根本没法下死手战斗 女骑士很是崩溃 为什么男主这种人非要染指魔术 在他眼里 使用魔术就是原罪 太多人因此成为忌品被虐待被折磨 但男主认为力量只是力量 如果被人渣使用那圣剑也是魔剑 虽然他没有给自己洗白的意思 但他确实只是为生存才会依靠魔术 教会也在蹂躏很多正当使用魔术的人 就和魔术师使用忌品一样糟糕 矫枉过正的正义已经不再纯粹 但女骑士并不认同 依然一剑刺向男主面门 这次男主终于不得不亲手接住圣剑 随着剑身符文亮起 女孩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竟然能将男主挑到空中直接甩开 男主不由得也感到棘手 刚才被圣剑灼伤的双手也难以恢复 如果再不使出全力 今天很有可能就真交代在这儿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女孩原来并不质疑他的本性 其实完全是个友军 他轻声邀请男主陪他做一场戏 用来欺骗教会 只有男主假死 教会才可能罢休 男主不认为这是圣骑士能说的话 但女孩一言一行发自内心 他一眼就能看穿男主隐藏的温柔 也永远不会忘记之前的救命之恩 如果被发现包庇魔术师 他会被受到严厉的惩罚 男主很感激他帮忙的觉悟 但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提议 毕竟他现在已经不是孤身一人 家里还有聂飞在等着 刚想到这 聂飞竟真的叫着他从城堡里跑来 看到又有同伙出现 地上的骑士向他发起攻击 这一变故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但男主还是拿出了一生一刺的闪现 还没等他反过来安慰老婆 护肤狂魔已经站起身来 敢伤害主人 你们一个都别想全身而退 说着地下就有无数藤蔓钻处 转眼就将骑士们捆绑淹没 等男主喊住他解除黑话 就连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最后圣骑士当然都撤退了 女其实也很抱歉把事情变得更糟 但男主并不在意其他人 只想知道为何聂飞会使用魔术 聂飞若若表示那不是魔术 男主看他为难就不再深究 但又怕女孩误会是不在乎他 赶紧再打个补丁 不管身负什么样的力量 聂飞就是聂飞 女孩立刻就开心起来 但还是担心主人会因此害怕他 而男主当然不会 不如觉得很感兴趣 于是聂飞也终于开口 据说那种力量是魔法 文言男主觉得神奇 如果说魔术是把原理和定义积累起来 还算是人类智慧凝结的技术 那传说中的魔法就是真正的奇迹 不愧是最接近神明的精灵 但其实在精灵群体中 这股力量也照样被排斥 正因如此 他才会被称为诅咒之子 白发也是不祥的存在 终于互通了曾经的阴影 男主再次从那双眼中看到了供应 某天村庄受到袭击 村民这时又想起他来 逼迫他使用力量 还说让他活下来本身就是大恩大德 哪怕被乖乖抓住 也比保护这群人渣强 所以他什么也没做 望着被屠杀的村庄 他的心里却涌上一股大仇德报的爽快 觉得他们真是活该 但等当时的情绪过去 他更加没法原谅自己 果然自己真的是诅咒之子 讲清了所有原委之后 男主却全无鄙视他的意思 他只觉得聂飞还是没有力量 所以才太过仁慈 如果是他 一定把在场所有人都杀了 没一个好东西 但聂飞还是困在自责中 觉得大家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但男主表示完全没必要 干嘛背负人渣的怨念活下去 他们本来也不是聂飞杀的 聂飞应该更坚强地活着 不然就是对无力而死之人的亵渎 对拥有力量活了下来这点 他不需要对任何人感到抱歉 聂飞陷入了思考 而男主也开始揭自己的短 这孩子从小就太会说话 被人误解成邪恶也不是一天两天 救人都能给小姑娘说哭 毕竟和男主不同 很多温室里的花朵 理解不了野草对自保的追求 之前男主的价值观一直是如此 因为依靠别人是软弱的 只有自己的力量才最靠得住 但那也一样太过极端 直到遇上聂飞 他才感到那样是如此孤独 聂飞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存在 男主已经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了 聂飞闻言不由地流下泪水 眼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光 内心也彻底放下了戒备 而男主看他总算恢复状态 也是安下心来 随即意外地发现 被包裹的伤口不知不觉已经愈合 难道只是因为他触碰了聂飞一下 他身怀的魔法也实在太过逆天 完全凌驾于治疗魔术之上 他坦率地向聂飞道谢 女孩低垂着眉眼笑了起来 这还是第一次从男主那里得到感谢 男主文言大受打击 但他自认是属于男主的人 只要能帮上他的忙他就很开心 于是当天晚上 聂飞就抱着枕头来到了男主身边 男主每天都靠在椅子上睡觉 他自己难不难说不说 但他光是看着就不舒服 看着羞红着脸要求童眠的少女 男主一开始还以为他想现身 不过纯情的女孩 实际上只是想盖上背唇睡觉 或者说让男主别在睡椅子 而是找张床 奇怪的妄想在脑中破灭 男主无奈地解释 他晚上一直待在这个房间 是为了维护结界的中枢 女孩也知道他有自己的理由 所以他特意带上了枕头过来 跪坐在地拍了拍膝盖 那就枕着他的膝盖躺着睡吧 男主故意不买个床 原来是在大气层 膝枕是什么男人的浪漫 这样的邀请任谁也无法拒绝 于是男主仰面躺下 这戏整好大好白令他难以直视 只好找话题询问女孩 为什么突然想这么做 涅飞思考着回答 他觉得这样主人会比较开心 主人给了他救赎 所以他自然也想报答主人 于是男主也思考着 有什么能为他做的 就比如说教他学习魔术 涅飞有些意外 但男主觉得 学好魔术至少能让他 多个自保的能力 说不定还能帮助他 更好的掌控魔法 总有一天成为 比他还厉害的魔术师 其实力量什么的 对涅飞来说吸引力不强 但一听可以帮上主人的忙 保护主人 立刻就一口答应下来 所以现在的二人除了主仆 还多了一层师徒的身份 老婆和关门大弟子 一次性拥有就是幸福 这时涅飞突然想到 之前男主说过 他不懂弱者的心情 但在他眼里却并非如此 被别人指责的时候 他内心也并不好受 看似冷酷的 他本质其实很温柔 第一次有人愿意指出这点 并且还愿意温和地安慰他 男主的眼中 不由地溢出些许泪水 这大概就是他人怀抱的温暖 隔天子毛基友 推开了城堡的大门 他听说男主被圣骑士袭击 所以特意来看一眼 没想到 男主居然连面对圣骑少女 都能做到毫发无伤 也是牛逼到了一定境界 男主对此十分淡定 表示圣骑士虽然都很辣 但圣骑还是挺强的 至少还破坏了他家的几个姐姐 倒是基友每次都要打破姐姐闯进来 到底是想干嘛 这时涅飞过来泡茶 紫毛基友见状大为震撼 他一直以为男主把聂飞带回来是要当祭品 怎么看着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莫非男主没忍心 就故意威胁他留下来伺候 男主大大方方的介绍说 聂飞可是他的弟子 他拿着有些魔术不能担任师长为借口 反正精灵的魔力确实很强 基友文言也接受了 原来精灵还有这种用法 措辞间拿聂飞当做道具的说法 让男主有些不爽 不过有了这个理由 那打跑圣骑士的事也更好解释了 就是两人联手退敌 不过基友肯定想不到 外面那一堆树木的惨状会是聂飞一人弄出来的 他询问男主是否想争夺魔王宝座 实际上男主确实有点兴趣 首先就是想拿到作为魔王遗产的钥匙 解开聂飞的项圈 还有就是想获得力量永远保护他 但男主内心也并没抱太大希望 他当上魔术师才刚有十年 和其他百年的魔术师一笔资历也太浅 完全没什么理由被选上 比起这个还是夸奖聂飞的下午茶更重要 紫毛闻到了一点恋爱的酸臭味 但师徒的名号就是好用 别问问就是珍惜弟子 紫毛再次发出嘲笑 果然你就是个还存有人性的老好人 说完转身离开 聂飞很好奇他俩是不是朋友 给男主吓了一跳 但在聂飞看来 主人其实和基友聊得很开心 搞得男主自己都不确定起来 不过这都是小插曲 两人继续出门修缮被损坏的结界 日子一天天过去 聂飞一边当弟子一边干家务 每天都过得温馨且充实 两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合拍 女孩的精气神看着也越来越好 唯一没什么长进的 可能就只有魔法的驾驭 在他一般的魔术基本都学会了这天 男主却受到了十二魔王的传唤 他心中隐约有些不妙的预感 但又不得不去 他来到了之前那个已是魔王的遗迹 令十二人正在这里等他 也是堪称排面十足 但果不其然 一上来就是个下马威 魔王们只是刚刚开口 就令男主赶到了前所未有的魔力与威压 他们对年幼的男主很感兴趣 但男主完全没在怕的 反而让他们有话快说 别搞得像是文明观猴 魔王们文言更是笑了出来 男人你成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今天叫他来其实也不是为别的 就是想请他继承第十三位魔王的位置 也就是已是魔王的文章 这印记一出男主就能感觉到 里面蕴藏的力量无与伦比 而且在场的众魔王人人都有 原来这才是他们能成为魔术师之王的奥秘 都得知了内部秘星 男主好像也只有接受意图 但他还是有点迷惑 为什么会选上他 魔王们不禁失效 因为男主根本瞒不过他们 虽然他看似力量弱小 却没有一个魔术师能真正杀死他 男主八岁时第一个杀死的魔术师 是有着称号院队的强者 按理来说一个门外汉还是个孩子 怎么可能做到杀死带称号的魔术师 而男主成功反杀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对魔术的过目不忘 他甚至可以瞬间解析一切魔术架构 创造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魔术 男主文言握紧了拳 原来底牌早就暴露在他们眼前 这样可怕的天分 堪称暴君之力 天生就适合掠夺魔术师成为顶点 不继承魔王之位岂不可惜 之前男主曾和聂飞提过的理论上无敌 原来就是指的他自己 魔术师们都有着极度的好奇心和追求 所以当然不希望男主埋没才华 不过他还是不想乖乖服从百步 反问回去难道不怕他也会掠夺魔王 但魔王们更是哈哈大笑 可以是可以 但他也要小心别被反过来夺取最珍惜的东西 那瞬间男主就想到了聂飞 魔王的报复并不是单纯的破灭 而是会全数消除以往相关的人 是甚至记忆 甚至连存在都会被抹除 这就是魔王的强大 而与之伴随的也会是深邃的黑暗 一旦踏进这边的世界 从此就会与安稳无缘 对此男主其实早有觉悟 就算不当魔王 魔术师本来也不是什么好身份 早就没办法回去当正常人了 要不成为顶点 要不就被踩在脚下 但他是完全可以 聂飞却还有机会生活在阳光下 深思熟虑后他提了一个要求 只要魔王能答应他就可以考虑 魔王干脆地印下之后 他也终于松口同意成为魔王 继承了那枚红的文章 正是从魔术师变成了魔王萨刚 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称号 此时的聂飞还浑然不觉 在两人的小家里准备着晚饭 但男主一回来他就感觉到 他的心情似乎很是低落 此时的男主也是内心煎熬 他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但聂飞依然在向往光明 他不该再把女孩牵扯进来 于是他轻声开口 承认自己当上了魔王 从此就是当世魔术师的王者之一 本来聂飞还在为他高兴 可没想到下一秒 他却走到女孩身前 掏出钥匙解开了风魔项圈 突如其来的恢复自由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男主的下一句话 就把他打入了深渊 虽然早有传言 上岸第一见仙斩义中人 但聂飞怎么也没想到 当上魔王的男人会变脸那么快 不能接受的他还想要欺骗自己 得回去给主人准备晚饭才行 他曾经说过很爱吃的 可看到脚边碎裂的项圈 他终于再也忍不住 原来他已经被主人抛弃了 明明说过可以留在他身边 说过可以为他而活 说过他需要他 原来这就是失恋的感觉吗 连眼泪都已经流不出来 分手后女友开了闺蜜小群怎么办 还好他们纷纷都是在出谋划策来劝和 抛弃的小刀子也到此为止 失恋的感觉让聂飞心如死灰 而发现他心情不对的 竟是路过的女骑士 但聂飞刚看到他 第一反应就是想主动现身被杀 毕竟这对现在的他来说 无疑是种解脱 但女骑士本来是想来安慰人的 根本没想伤害他分毫 看着他不断逼近 不由的满脸惊慌失措 围观的群众发现了这边的异常 看到两人的组合 第一反应都是圣骑士在欺负聂飞 一时间群情激愤 女骑士本想做好事却反被指责 简直冤枉的六月飞雪都无处说 可是看到身后聂飞的苍白脸色 群众们更觉得肯定是圣骑士干的 教会在他们眼中就不是好东西 这下轮到女骑士心如死灰了 而另一位当事人 此时终于出面说了句公道话 女骑士确实没做什么 不如说是他一心求死 但没被女骑士满足 这时他们才知道真的冤枉了人家 之前一直凛然帅气的女骑士再也绷不住 就说人家是无辜的 现在被围起来欺负的明明是他吧 误会解开之后 三人坐在酒馆里谈心 但店长好像已经找到了欺负骑士的乐趣 言语间疯狂套话 女骑士就把之前讨伐的是河盘托出 但聂飞再次现身说法 即使是前来讨伐 女骑士也并没伤害他 动手的法是这边 想起之前那个出手的倒霉蛋同事 他直到现在还一看到植物就发抖 店长慷慨地表示请叶飞吃饭 吃好吃的很有助于恢复心情 不过女骑士他就不管了 双标的令人无限委屈 叶飞也想试着缓和心情 可眼前的正是炖羔羊肉 也是之前他被赶出来时准备着的晚饭 被主人抛弃的回忆再次涌现 他一下又悲从中来 眼泪根本止不住 第一次情绪完全崩溃的大哭 旁边的两个好闺蜜立即慌了神 店长索性报警两个好妹妹 让他们尽情在怀里哭 发泄完情绪之后 聂飞总算说出了面如死灰的原因 原来是因为男主那边搞的事 闺蜜团当即谴责男主是渣男 但被聂飞秒速否定 即使被抛弃主人也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面无表情的样子让女骑士看了就害怕 但既然男主不是故意想渣 应该就是有什么内情 店长让聂飞想想相关的线索 但无论怎么看 都是因为男主继承了魔王的身份 聂飞很想知道魔王是什么 然后从闺蜜团的口中 得知了两个立场上的答案 平民的店长只知道是魔法师的顶点 这座城市本也是由魔王统治 在他治下时还算和平 但当他去世之后 就接连发生了很多案件 身处教会的女骑士 更清楚案件的详情 教会高层曾经和他说过 男主才是事件真凶 但他始终并不认同 不过教会明明是来查案的 群众对骑士却并不友好 那是因为教会的查案不是无常 比起做好事根本更像趁人之危 聂飞闻言不由地帮女骑士说话 但征收知识又不是他干的 不应该随便迁怒于人 终于从民众这里得到一丝善意 女骑士不由地热泪盈眶 这么善良的女孩 也难怪男主想把她留在身边 从她口中得知 在教会立场上的魔王 是拼上性命也要打倒的邪恶象征 圣剑总共12把 但魔王却有13位 哪怕同归于境也无法胜利 所以一旦诞生新魔王 教会定要倾尽全力 把她扼杀在萌芽之中 聂飞见此明白了一切 成为魔王就意味着逃避不开的纷争 男主一定是为了保护她 才想把她推开 女骑士聊起正事也严肃起来 她向聂飞认真提问 在她心中的男主 是会只是其他魔术师绑架祭品的人吗 聂飞坚定地否认 这所有关键词都和男主挨不上面 既没动机也没条件 她并不在意弱者 就算之前出手帮忙 也只是看对面不爽 或者说想安抚聂飞的心 这其实符合女骑士的观测 之前亲自出手时 男主就因为她是女性而放水 虽然她并不以此为荣 但也明白了男主的性格 她脸上忍不住的红侠让店主调侃 女骑士敢忙否认 她只是在谈论心目中男主的样子 她认为男主的内心需要被谁拯救 明明渴求温暖 却总傲娇着死不承认 不肯坦率接受他人的好意 聂飞深以为然 原来除了她以外 也有其他人能看出主人的真实一面 虽然这让她有些吃醋 但也有些高兴 初见面的那一晚 两人曾一起观赏月色 她依然惦念着那样的温暖 所以她决定回到主人身边 绝对做不到抛下她一人不管 就算她明白主人想保护她的真意 也依然不希望她独自背负 现在的主人很强 但不代表她不会受伤 不会孤独 她想成为支撑男主的力量 女骑士文言也热血沸腾 她也会做该做的事 当然了不是在去讨伐男主 而是在教会这边查明真相 究竟是谁在冒男主之名行恶 店主见他们的心结都被解开 立刻表示那全场有女骑士买单 捉弄爱破坊的小姑娘 根本听不下来 店主也祝聂飞一切顺利 再有困难可以随时来找她 毕竟他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聂飞有些意外 身为奴隶的她交道朋友 还是第一次 听得店主心花怒放 怎么会这么可爱 一旁的女骑士也伸出了手 我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 可以加入吗 店主再次逗弄起她 团妻也是她好感的另一种体现 他们三个的友谊坚不可摧 这时三个骑士手下出现在酒馆外 一看到聂飞就浑身发抖 还不等他们解开误会 真正的敌人却突然袭来 女骑士飞快地反应过来 把身旁的店主推了出去 可他们两人却都被抓住带走 幕后黑手又想栽赃男主 报上了萨刚的名字 但聂飞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这声音竟如此熟悉 此刻的男主也在想念曾经的月色 久违的独处原来如此安静 当然他身旁的三骑士并不安静 已经三三倒在了陷阱之下 说起来这还是聂飞的练习成果 女孩早已融入尽了他的生活 但既然决心放手 他也不想回头 他们两人刚在一起半个月 还来得及切断联系 让聂飞远离危险 镇上的人都对聂飞很有善 想必也不会过得太差 男主转身刚欲走 骑士却让他赶紧放了女骑士谢斯体 男主不由得一脸猛逼 而店长及时登场 都解释过了男主肯定不是犯人 不然干嘛连聂飞也要抓走 男主本来只觉得他们吵闹 可听到聂飞的名字 他顿时就不冷静了 难道还是晚了一步 让他被人给盯上了 他也想出手相救 可这样就承认了聂飞是他的软肋 今后必然还会再次遇到危险 店主觉得无语 可这回不就也不用以后再遇到危险了 魔术师不是应该脑子很好吗 为什么会不懂聂飞的心 被抓走前他还想着要回到男主身边 怎能如此践踏他珍贵的感情 男主第一次感到心那么痛 原来聂飞即使遭受恶言 依然对他没有怨恨 他不得不承认 其实他只是在逃避 他明知道善良的聂飞 一定会满心为他着想 终于他不再迷茫 魔术师就是败类 只需要顾着考虑自己 所以作为魔术师之王 他也更甘顺从自己的心意 任性妄为地把聂飞留在身边 聂飞是属于他的东西 绝不会再次假手于人 为了守护女孩 他愿付出一切代价 看到他终于决心启程救援 店主和三个骑士立刻都要跟上 一时间男主身上挂满了人 传送几个人对他来说倒不是男士 而且他也早就知道 幕后真凶是谁 被抓走的两人从洞穴中醒来 聂飞看着身上的封印镣铐有些熟悉 刚摘下一个项圈 又多了一副手铐 虽然这次得要豪解得多 可在此处没有自然力量 他也没法自行使用魔法破捆 幕后黑手终于从暗处走出 没想到竟然让男主不幸严重 还真是个娇有不慎的损友 他向聂飞说明了一切 小时候那个被男主反杀的魔术师 正是他的师父 当然他并不是想为师父报仇 而是懊恼没能亲手杀了他 夺得他的城堡和知识 男主现在拥有的一切 本应都是由他来继承 这让他怎么以平常心忍耐 聂飞总算搞懂了一切 而他继续坦白自己的计划 无论是煽动教诲 还是指使人绑架做祭品 从头到尾都是他的手柄 目的就是为了陷害男主 还能收集祭品正好一件双雕 到现在他还想着用聂飞这个精灵 搞一波大的打响名头 以继承魔王之位 但很明显他村里没通往 目标已经彻底失败还不知道 毕竟男主已经暗中干大事 轻飘飘地继承了魔王的文章 听到聂飞开口打碎他的幻想 紫毛一下就急了 男主不仅要夺去他的住所和财富 就连魔王之位也要夺走吗 这只让他加大了破防的力度 更想拖走聂飞 召唤出强大力量来抢走魔王宝座 竟然敢把可爱的白毛精灵拖在地上走 紫毛你路走窄了 谢斯提健壮立刻表示要杀药寡冲他来 不要伤害聂飞 但紫毛自有打算 这个法阵需要的是最高级的道具 一句道具唤起了聂飞的回忆 从小到大他都被这样称呼 但唯有男主不同 聂飞的反抗意识一下被激活 他绝对要活着回到主人身边 为他做一切开心的事 哪怕是厚着脸皮抢求 他也不想再贪到主人孤身一人 经历过被抛弃的心灵伤痛 肉体的疼痛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他是属于男主一人的东西 不允许其他货色随意碰他 紫毛刚想武力镇压 男主却已经踏着夜色华丽登场 独作徒弟名为老婆 你们两个还是那么会玩